动物交配前都会互相闻对方的屁股 这究竟是什么奇怪的理解 春天到了 万物复苏 又到了动物们五花八门的求爱环节 但是狗子追着异象的屁股闻个没完 这就有点太过分了 还不说 上来就先闻屁股 怎么一点边界看都没有呢 并且狗子还会主动 把屁股亮出来给对方闻 怎么打听广众的一点都不注意影响呢 原来在狗子们看来 闻屁股可不仅仅是他们千百年来 约定俗成的礼节 更是他们繁衍后代不可省略的环节 狗子嗅觉可比人类灵灵的多 他们的鼻腔里大约有两百亿嗅觉细胞 而人类却只有五百万 所以狗子可以轻松的通过闻气味 来判断很多东西 也就养成了到处闻东西的习惯 那么乡亲的狗子 为什么非得闻对方屁股呢 闻别的地方不好吗 这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不如闻屁股来得精准 狗子的肛闻处有一种特殊的线体 这个线体分泌出来的气味 包含了许多信息 一切怎么样 最近有没有其他追求者等等 也就是说 狗在追着别人屁股闻的时候 其实是在深入地了解对方 并不是说单狠地喜欢那里的味道 当然公狗和母狗关注点也是有差别 在交换的信息后 公狗主要就是确定对方 有没有到发行期 对方是否有其他追求者 如果对方雄性气味太多 他会考虑自己能不能竞争的顾 实在不显然就换个对象 而母狗就不同了 他主要看住对方的日常饮食 以及身体是否健康 是否达到了自己的标准 如果觉得对方不够强壮 就会婉拒 也就是说 狗子的交往很直写 都是直接拿身份证护口本 给对方看的那种 根本没有完美绕 那么问题来了 狗子闻屁股的本事 真的能闻得一清二楚吗 我们接着看 闻屁股是动物交配前的礼节 这一点确实有科学依据 狗子在发情的时候 就会给对方闻屁股 甚至有时候两只狗见了面 打招呼的方式 也是互相闻对方的屁股 可以这样说 互相闻屁股 是狗子对彼此最大的坦诚 美国科学家乔治·普雷蒂博士 曾对狗的屁股进行过深入研究 他发现狗的屁股末端 有两处特殊的线体 一个叫顶密线 可以用来释放气味 另一个叫皮脂线 负责让狗的皮肤变得润滑 而顶密线释放出的气体 是一种有机化合物 无色 吸湿 亦然比空气重 这种气味的味道 与植物和动物 在腐败分解时的味道很像 虽说比较难闻 但是这些气体里包含着一只狗的所有信息 并且是骗不了狗的 别说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了 就连昨晚上吃了什么 最近和谁鬼混过都能闻得一一清二楚 比我们人类用的身份证纪录的近象还懂 如此也就解释了 闻屁股 为什么说是狗子对彼此最大的真诚 他们对对方没有任何暴力 而我们人类说话 有可能会有所隐瞒 甚至还会欺骗 但是狗子刚门线分泌出来的物质 确实直观的 是没有任何办法弄虚作假的 当然除了狗的屁股 乔治·普雷蒂博士 也对狗鼻子有很深的研究 他发现狗鼻子上 除了上百亿虚物诀器官 还有一个叫离鼻器的器官 可以敏感检测到潮湿的气味颗粒 而且这个器官是专门用来进行 特殊化学信息通讯的 不是用来捕捉 如食物气味之类的东西 不过很遗憾的是 人类已经没有这个器官了 只有一些动物抱着它下来 也就是说 闻屁股不仅是狗子们的交配礼节 其他许多动物也都有这个习惯 甚至还更加极致 全员高血压的长颈鹿 交配时间只有一年 可是它们却有很长时间的前夕 对长颈鹿来说 繁殖技找配偶 可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首先得先解决竞争者 在野外 两只雄性看上同一个此性 都是常有的事情 这时候只有战胜对方 才能抱得美人规 而长颈鹿决斗方式也很直接 就是甩脖子 拿头撞对方 拿脖子甩的 简直就像一个打击乐器 直到一方被打趴下 灰溜溜的跑掉才算完 而胜出的雄鹿 也不会活鸡活鸟的进入正体 长颈鹿是典型的心脏病 高举牙患者 是不能聚力运动的 像建洞房这件路上大事 可是个高危工作 一个搞不好就乐体生悲了 所以为了生命安全 长颈鹿办事很快 一般一秒万事 这样可以避免自己 或者对方抽过去 毕竟野外危机四伏 谁抽过去 都有可能成为敌人的猎物 因此长颈鹿们 对交配这件事都非常深重 不到天时地利人和 是不会轻易交配的 雄性会一直尾随着雌性 然后通过品尝尿液的形式 来判断雌性是否处于排卵器 在确定对方身体咳以后 它会进入最危险的环节 而雄性长颈鹿之所以 具备如此准确的判断率 是因为雌性尿液中 含有一种信息素 可以委婉地告诉朋友 我可以了 这种信息通过雄鹿身体 一个叫离鼻气的器官进行感知 离鼻气这个器官 对动物而言非常重要 不同的动物位置也不同 有的在鼻子里 有的在口腔里 相较于哺乳动物 蛇的鼻腔当中也存在离鼻气 也就是说 遇到心仪的同类 蛇也会主动凑过去 闻对方的屁股 在获得对方的信息后 以此判断对方的性别 年龄是否到了发情期 此外最重要的一点 大多数动物也是通过 闻屁股的方式 来判断对方是否是自己的亲戚 如果是的话 它们也就不会互来了 毕竟大多数动物 也是非常机会尽心繁殖的 如此看来 动物见面先闻闻对方的屁股 真的是一门非常重要的理解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评论区留言互动 咱们下期再见